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共宣布2024年啊 過年的除夕耶 不放假 我真的會被暖身到S耶 中共的春節啊 八天連假 前後都要上班六天 明年除夕是二月九號對吧 過年是二月十號 但是二月四號的周日 跟二月十八號的周日 這兩天啊 要補價還給中共 等於除夕沒休 還要倒貼兩天的前後上班時間 補到春節啊 所以就是前後還要上班六天啦 其實連上六天在中國 是很多地方很常見的事情 西東平查案 中國最近很多地方 都並未落實雙修 或是周修的這個條件 當然啦 我這邊不接受一些粉紅說 喔幹我的公司就是雙修 就是周修啊 你有不代表別人有啊 這是你們中國的社會風氣對吧 不然怎麼一堆人在那邊說 請中共落實雙修 為什麼要有這個口號 就是因為很多地方其實沒有 當然啦 這被網友痛罵的點是 要知道每當中國過年的時候 返鄉人潮 那叫做一個可怕對吧 所以你看這次除夕 又不放假 那所謂華人最重視的節日 就是除夕還有大年除夕啦 那中共還好意思秩序是 中華民族 還不是要推那個什麼 愛國主義教育法 一月一號開始實施 結果你現在反過來打壓中國傳統文化 還天天說日本美國在欺壓中國 但我看到的是中共在壓榨中國人民啊 誰才是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中國網友在微博上的一些留言 除夕不放假我還是要喊一句 做這個決定的都是漢奸 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 除夕都不放了以後清明端午中休還放嗎 10年前的除夕也是不放假的 節假日少才是根本的問題 在現有節假日的條件下 我覺得調休已經是很好的辦法 明年算起來應該是多了一天節假日吧 春節從三變四 工廠一般是調休的 工人的年假一次性放在春節半個月左右 主要受影響的是辦公室的 工廠以前是大頭 現在是不是辦公室比例高了 反對聲音就大起來了 我小時候安徽地區還有賣盲駕 所有大人都要去收割麥子學校放假 後來就沒有了 吵得最厲害的就是辦公室坐班有空上網的 工廠工地的人早就沒訂單了 喇叭之後都陸續續回家 你們從去年開始就已經沒什麼訂單了 制定規則的這些人 代薪假可不只11天了 可以買玉製菜做年夜飯 這樣不耽誤過除夕 也不耽誤上班 這個在反諷 這麼說實話你不要命了 原來是黨配合了 玉製菜的推廣好一盤大旗 厲害厲害 原來他知道中國的假很少 要不要把春節讓給韓國算了 又要你促進消費 又捨不得給你放假 又要你生孩子 生了孩子又要吃玉製菜 請問這個部門在哪投訴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支持韓國將春節生怡 這個被微博給禁搜了 要回歸中華文化 都放假是有幫助的元宵 鬼節重陽 放半天或一天 萬聖節都比這些節日 對青年的影響更大 問題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八小時工作雙休 周末都保證不了 哎呦現在就想放假了 除夕夜我就可以跟媽媽吃年夜飯了 好支持國家的決定 支持國家的決定 好我們看完這些奇葩的留言 對啦粉紅啊 每年都在炒農曆新年 是中國的 所以這個要說什麼 Chinese New Year 不能說Lanus New Year 對不對 每年都在炒 我做頻道做了三年多 三年都在炒 明年必炒 這是中國的專利 還大罵韓國 越南 台灣 用這個農曆新年 什麼就是在剽竊中國的文化 就像剛剛其中一位網友說的 不如把過年 那送給韓國好了 反正我們根本就沒有資格休假 我真的小爛 好啦 那我就說一下台灣啦 那台灣既然作為你所謂的 中共國的一部分 我們來說一下 台灣的過年放假是如何呀 說出來讓各位笑笑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治理台灣有什麼差別待遇呢 我們來看知道 我們2月8號小年夜 除夕前一天就放假啦 放到初五 放了七天啦 少你們一天 但是我們2月15號初六 周四要開始上班 2月17號吧 周六補班一天 也就是說過年前啊 我們只要上班三天 過年後啊 我們也只需要上班三天 又放了一天 這個就是 政府制度調整的問題嘛 這就是行政能力的問題嘛 再上五天啊 又要回到原本的周休制度 那對比偉大的祖國 什麼才叫做人性化管理 什麼才叫做比較符合人性 而且相信上班三天啊 又放假 大家都會更殷勤努力的工作吧 因為三天之後 很快又可以休假啦 比起祖國放假前啊 要工作六天 放完後還要工作六天 最暖心的是什麼 即便中共規定了 他們這次春節放 八天還九天的樣子 很多地方也不見得會給你放 也不見得會給你雙薪甚至三薪 你要先連後上六天 這才是最氣人的 沒有給你扣薪水就不錯了 你還敢跟我要薪水 所以問題來了 台灣是中共國統治管理的地方嗎 為什麼台灣可以不比照辦理呢 要知道在你們的宣傳跟意識之下 台灣只是一個省 還不是特別行政區啊 那我們跟湖北福建四川是同級耶 對不對 所以問一下好 台灣人是比你們高一等嗎 中國台灣人 再來是中國香港人 中國澳門人 最後再是中國祖國人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你挑一個承認吧 也不管挑哪個承認 我應該優越感都比你好吧 好影片到這裡 現在感謝一下本集的贊助商 ShipShack VPN ShipShack VPN可以確保你的網路使用安全 讓你在外辦公的時候 不用擔心被害哥夫妻 能解鎖區域限制的娛樂平台 讓你隨時隨地都有一個良好的觀影體驗 簡單的操作 一件連線100個以上的國家 全球超過3200個伺服器 到哪裡都能順暢的使用啊 享有良好的網路體驗 不論是大家要玩的遊戲或是看我的直播 只要一個VPN就可以做到了 那ShipShack社群可以杜絕廣告 能夠全方位的保密隱私 不留下痕跡 而且能獲取真實且有效的搜尋結果 在幾毫秒內獲取不受搜尋歷史 或真實位置影響的準確且關聯的搜尋結果 現在只要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FAMTP訂購兩年幫案 再送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快透過下方的資訊欄 我們來了解一下ShipShackBPM吧 說到不准放除夕啊 讓我想到了是什麼呢 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 袁世凱在1915年12月12號稱帝啊 在他稱帝之前的1913年啊 他就取消了元宵節的名稱 改為上元節 很多人就說因為諧音啊 元宵等於元宵 袁世凱被消滅的諧音 後來人人在元宵節啊 就叫賣湯元 這個叫賣聲啊是越來越大聲啊 因為也是取諧音嘛 湯元 燙元 那用水火去燙元宵 於是又引起了元宵的不滿 好在啊 1916年3月底 元宵被迫退位 隨後S往生 想想那個年代啊 元宵稱帝還有護國軍起義 現在啊 三連任只剩四通橋勇士一人 所以現在很多中國網友卻認為啊 聖上不想過除夕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這個 中共黨內啊 心風邪雨 我們應該都看在眼裡了 所以啊 他越來越注重這一塊 他不想要被除夕啊 當然很多人會說 共產黨是無神論 但事實上 聖上跟中共的高官 是非常相信玄學跟風水的 不然李克強也不會在 被迫退位的時候 說人在做天在看 雖然大家都很希望 這是聖上的窮途末路的招式 稱帝後一年就掛了 或是改傳統節日三年後就掛了 但其實我認為聖上應該不太 那麼快跟袁世凱一樣的命運啦 因為前幾天的秦剛跟李尚福 已經說明了一切 證明聖上已經贏了 應該還沒有贏到底啦 但這個階段他還是贏 當然現在非常多的愛國粉紅跟舔共網紅說什麼呢 李尚福上將成了中國國防部長 很有可能把美國整不會啦 李尚福為什麼兩週沒露面了 你們知道嗎 看看黃海 黃海的情況你就知道了 忙著包美軍腳只能誤勞 你們要不要連臉啊 還製作這麼多圖片說明 結果他們有被美軍弄到S 反而被自家的聖上給消失了 哇 粉紅就是這樣啊 每次都在那邊催什麼 然後幾個月之後又被自己打臉 然後又假裝這件事沒有發生一樣 然後其實他的粉絲粉紅都知道 但又不敢回去說 因為他們只要立場贏了就好了 又回到我們上個禮拜說的 中共把崇祯秦政的王國軍這本書給下架 那崇祯不僅自己S掉了 抗金戰將 袁崇煥啊 也前後把前線抗李志成 以及後金的孫傳亭給入獄 在實在無人可用的情況之下 才又複職了孫傳亭去抗李志成 因為必須得這樣 因為紅成仇當時他們以為掛了 結果是投青了對不對 結果爆開嘛 孫傳亭大敗S 那明末就傳了這個什麼 傳亭死明亡啊 孫傳亭S之後僅僅一年啊 崇祯就上眉山S了 就跟胡興宇一樣了 當然啊 這不僅僅算崇祯一個人的貨 整個體制已經腐朽腐敗了 朝廷內許多東陵黨的爛人 在貪腐在打壓那些底層 也禁殘言鬥爭 寧願讓愛國的戰將 卻被隔職入獄 也不准他們發現戰鬥力不足的原因是因為貪污腐弊 人心官員無戰鬥意志等等啊 諸如此類很多啦 這直立不完啦 當然不僅僅是崇祯啊 他前面的幾個皇帝也是正前換將 像是雄廷壁也如此啊 當然啦 他也是東陵黨征跟燕黨鬥爭的 犧牲品 替代品 其實所謂的燕黨 在我認為啊 就是皇帝的掩護而已啊 跟大宋一樣啊 勤快啊 是你們所謂的歷史罪人 但他是幫當時的皇帝背鍋的嘛 當時的皇帝要他這麼做 讓他當替罪羊 那你覺得後人會寫是皇帝的問題嗎 當然也不會嘛 那反之你看一下聖上 近幾年來亂抓多少將領 當然 其他方方面面 確實都挺像大明末期的環境 好 那我們明天那支影片啊 會講到 暖心的中共要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法 因為它裡面包含了台灣 那 還會講到 台灣這些法律跟司法 到底有什麼爛問題 需要 立即去改革的 明天那支影片 我們有跟台灣公民人權聯盟來合作 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台灣現在司法面臨到 什麼需要 改變的情況啊 這跟我們每個人的利益都有 非常大的關係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包吼小姐 拜